讲白话,撑月雨,自己有点的赞 Hello,大家好,我是大面妹 在广东人的生活里面,称呼人有时候不一定要用名 记得他是什么职业,就会叫他做的士佬,泥水佬,收买佬,或者摩托佬 更远一些地方,就会叫他做外光佬,或者北佬 其实这个佬字就并没有说不尊重人的意思 你可以理解他做成年人 在七八十年代,广东就流行将农村或者更偏远地区的人称之为博佬 这个叫法就真的带贬义的意思 博佬这个叫法可以说比外省佬、外光佬、乡下佬更具侮辱性 所以现在很少会听到,所以也很少人知道 为什么会将农民或者乡下来的人称之为博佬呢? 据说博佬这个词汇是来源于广州郊区 当时有一位农民担菜去到市区卖 忽然之间有几只塞洞在档摊搅担,没有帮衬 于是这位农民就拿起一口吓他们 你几只塞洞,再搅担我帮你了 自此之后,当地人就将在乡下落到来的人称之为帮佬 第二个版本,话说在旧阵时,有两个乡下佬来到广州打工 走到海珠广场,见到有27层高楼就觉得很新奇 所以就站在门口逐层地数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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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数多一次 一、二、三、四、五 就是这样,顶帮跌落地,拼一声 反反复复很多次 周围的人就笑他们这么老套 所以就将他们叫做拼佬 当然了,刚才两个版本都是坊间流传出来 其实这个老字的本字应该是有这个寮 这个字粤语可以读寮,亦都可以读老 在屈大军写的广东新语里面有记录到 广州惠平人,若老,亦若寮,赞青也 在广韵里面有记录到 老浩切,阴老,西南而明 在广东通字里面有一句 广东子岭北人,若埃江老 在粤东北记里面有一句 广州惠平人,若老,亦若寮,赞青也 所以老字的本字是用这个寮 寮,寮亦是毅俊史后籍 对贵商与少数民族的范青 所以在语篇里面又记录到寮而明也 现在还会有些藏人将自己称作寮人 后来这个寮字被吸入到粤语里面 由原本土著族人的第一人称 演变成平民百姓的范青 多数是指成年的男子 由于这个反软旁看起身 令人觉得不太舒服 所以就改成单人旁的老字 那博字又为什么呢? 肯定就不是头盔跌落地的博 其实博字的本语应该是用这个博 有学者认为博和博的古音是相同 博的意思是指古代长江以南,博月各族的字称 在华南国字里面有一句 谭稿丸有博老 所以博老的本语应该是用这个博老 由于这两个字生得实在是太生疲 所以后来就将它写成博老 不要博老前博老后啊 有名的啊 我叫他餐 所以博老这个词原本在古代 是一些好土族群的自称 后来到了广府地区 形容一些未见过世面 很老土 或者没有文化 乡下来的人 就叫做博老 其实谁没有乡下 谁早上没踩过牛屎 做过农民才行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将农民叫做博老 好了 今期的问题是 知不知道潮州花瓶下一句是什么呢 知道吧 底下留言 好了 今期的视频暂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